上周末,前UFC和WEC雨量级冠军何塞奥尔多正式宣布从UFC隐退 结束了齐长达18年辉煌又成奇的MMA综合格斗职业生涯 然而,对于很多刚入门UFC的全迷来说 第一次认识何塞奥尔多确实来自那场仅仅维持了13秒的比赛 2015年12月UFC1947出路丰盟的康纳麦格雷格鲍冷仅用13秒 一拳就终结了何塞奥尔多成为新任UFC雨量级世界冠军 要知道,在此之前,何塞奥尔多不仅是UFC史上第一位雨量级冠军 同时也一度统治了雨量级冠军头衔整整十年之久 迄今保持着雨量级连胜食物场的辉煌记录 然而,十年功勋毁于一瞬 回顾何塞奥尔多整个职业生涯 也就是这短短的13秒 让他从生涯巅峰直接跌落到谷底 此后的七年时间里 何塞奥尔多的职业生涯再也无法回到曾经的状态 七场雨量级比赛中 何塞奥尔多就输掉了四场 一度在2016年震胜过埃德加赢得过临时UFC雨量级冠军 但马上又遭到了迈克斯比霍洛威两次毁灭性的KO打击 再一次失去冠军头衔 2019年,面对无法跨越的迈克斯比霍洛威 无奈之下,已经迈过尔利之年的何塞 比奥尔多选择了更痛苦的将虫 来到竞争还不算残酷的除量级 但接连的势力 不但没有让何塞奥尔多摆脱阴满 反而是跌入泥潭后的越险越深 今晚22点半 青海卫士龙斗之UFC将为大家带来UFC278期数字赛 压洲大战将是一场男子除量级比赛 由何塞比奥尔多迎接排名第六位的梅拉布比德瓦利时韦利挑战 这也是何塞比奥尔多留在八角龙中的最后一场比赛 梅拉布比德瓦利时韦利目前职业战绩14胜4辅 其中三次KO TKO获胜 一次降服终结 在除量级排名第六位 有着身后的桑博和柔道背景 曾在2019年韩国举行的桑博世锦赛曾获得亚军 之后梅拉布比德瓦利时韦利 凭借纽约地区赛事擂台战争除量级冠军身份 在2017年进军八角龙收获七胜二辅 其中包括两次花红 虽然梅拉布比德瓦利时韦利相比于何塞比奥尔多在八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